国际上的最新消息 我们来看美国总统拜登周二公开接种新冠疫苗的加强针 而随着冬季来临 拜登也喊话要民众尽快接种对抗疫情 同时他也对俄罗斯寄出了严正的警告 拜登他指出俄罗斯指控乌克兰准备使用脏弹式假期行动 以此作为攻击乌克兰的借口 而拜登表示他没有办法保证是否是莫斯科升级战争的一个借口 但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核武攻击 绝对是严重的错乎 对此五角大厦表示 目前没有发动俄罗斯的动武的迹象 但是已经接获俄罗斯通知 将展开年度例行性的核武演习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